我们继续回来看这个高额牌局 炮福老板拿到了还可以的结构牌是吧 97同色 中间隔了一张 好 曹瑞选择尽啊 并没有300的 好 78同色 这手牌会不会发生点什么意外呢 两个还可以的结构牌啊 79是吧 78同色 看起来比79要舒服很多 我们来看看翻牌啊 方片 哎一张9啊 这个牌没发出什么 没有什么故事啊 要发出789是吧 有故事吧 曹瑞要投机吗 两万 二 一万八了 浩福老板会考啊 曹瑞这人的形象不好 曹瑞这么下注 基本上都要考啊 曹瑞这个人他不是形象不好 他没什么形象啊 基本上没什么形象 10 曹瑞这张10让他这个牌力变得强很多啊 90勾圈买上下顺子 他还买高章是吧 他还买高章是吧 然后连续下注 跑步 跑步老板觉得算了是吧 夹那张10 跑步老板看着也不太舒服啊 曹瑞还是赢下这个底石 曹瑞真的打牌真的非常的浪 曹瑞现在这个表情还有点不带状态了 感觉不是很兴奋 就是 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不会特别的浪特别的疯狂啊 他打牌打高兴了啊 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的疯狂 什么牌都三败的 什么牌都入持了 但是咱们说的多少夸张了一些 就是曹瑞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但他也不是就是瞎大的你知道吧 就是他这个人形象是是不大地 跑步老板对8起瑞斯到1万 94不玩是吧 K7不玩 特别差的牌也是不玩是吧 你多少这个牌得稍微能看点 比如什么三六同色是吧 多少得能看点曹瑞才会玩啊 埃达姆斯的A2 选择尻 这手牌相当于盲住位对枪口位啊 有点这个意思 炮福老板偷击啊 里边面对AK 他枪口位和他范围很匹配啊 他会被A2防守 会尻下来 尻下来炮福老板 感觉就算了是吧 但是A2如果 打的让炮福老板觉得你有点弱没东西 那可能炮福老板还会偷一枪 再偷一枪 其实有可能把A2偷走的 其实要是上帝时角打的话 就是一直偷A2啊 能给他偷走 因为他踢脚不好 这下啊 这下啊 这下就偷不走了 A2要主动打架子了 关键中张A 中张K 还中张什么 我是两对是吧 炮福老板会弃牌是吧 这个AK非常符合炮福老板的范围 然后炮福老板打 对方还尻啊 所以对吧 你在合牌 对方一个反主动下注 你肯定尻不了 范围之战你知道吧 炮福老板这手牌相当于枪口味 枪口味 中A中K都太正常了 其实老说位置 位置重要啊 其实位置在我看来 就是德州普克的 就是一段大楼的地基 你知道吧 就是没有地基 你没法盖楼是吧 比如德州普克是盖楼 它是基础啊 都是从位置 然后大家推到出来 打牌的 你知道吧 因为位置有好有坏嘛 决定你玩牌的范围也不一样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啊 我还是推论出 就是大家怎么打牌 它的范围是什么 再结合牌面啊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你知道吧 这个是怎么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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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翻牌 乍一看去 这几个人手里边的货色 都不怎么好 那96看着还行 其实整体而言 他们都不算什么好牌 谁也别说这样 感觉都差不多 因为13是个同色嘛 这个牌真的是13最好 13是买花 虽然胜率上96最好 那这里边13又没位置 这个96没有打 这个时候我倒觉得 变成两对了 变成两对 其实这个翻牌 我觉得9一对倒是可以拿打 这时候肯定要打了 两对肯定是要打 1500 下10000加6000 下的是不是轻一些了 因为这时候你可以演自己偷鸡啊 装卫演下重点偷鸡 反正别人有点东西可能会尬你 哦 这6000都不买吗 1500的底层下6000 13是同色买花 他就不买了 这里边泡湖老板 怀疑他在偷鸡啊 其实下10000泡湖老板 我觉得更有可能尬 那合牌泡湖老板还会尬吗 13同色 13同色进来又买上花了 是吧 其实我有点不太懂 13同色在干嘛 为什么不去买这张花 这里边要是摆花 抓红桃也到了 泡湖老板觉得也算了 是吧 哦没算吧 小牌不太好抓啊 发出红桃勾出来 哦还是抓了 哦 我以为泡湖老板会跑呢 6000 泡湖老板其实这个4有点没必要 转牌去抓是吧 抓这个布拉奥 他认为是抓是抓偷鸡啊 合牌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合牌 看起来 我是看起来发不张红桃勾 好像不是特别好 但其实也没有怎么改变局面 因为庄位如果他是 纯偷鸡的话 他也不会中花是吧 对4还是领先的 总体而言还是三年底持 我觉得转牌可能一对4啊 没有必要去抓 合牌其实也不是泡湖老板打错是吧 就是我判断错了 因为巴利 其实我说下一万下重一点的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利用巴利的位置 装位 他两个两个人check 然后我偷鸡 演这种你知道吗 因为check一般就是失弱 你看这两个人失弱 下个重注演偷鸡啊 比较重的注射 好来的还是回来说这手牌 得万加注到2万4 巴利应该会7牌啊 哦尻吗 我不信得万 其实我感觉巴利这个人打牌 还是稍微偏弱点的那种感觉 我以为他A勾不会考呢 选择考了 那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那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哦A勾两对 汤姆德外应该会偷啊 如果 汤姆德外吓住 对方考了 汤姆德外应该就放弃这个地尺了 5万9下 下这么轻吗 我觉得下有点轻 不太好 下轻了 别人考了你 转牌不太好 不太好动啊 这回巴利终于没有 终于没有瑞斯啊 感觉不瑞斯是对的 其实德外翻牌下的太轻了 别人靠他 他也分不清对方是什么牌 而选择过了 德外对技术有自信吗 这个柱能试探出对方的实力 A勾肯定打了 这很考验 有点不到下多少好 我有点不到下多少好 下半池稍微重一点 我觉得好 这下3万5 应该是 下了一个 比较轻轻一些的柱 三分之一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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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吧 可能大概这样 德外这牌七八九十勾 有个卡顺顺顺了 还是翻牌下的太轻 他试探不出来对方的牌力 其实他这么下注 确实德外是抠了 他这个下注还是好 他这个下注 要像咱们说的半池多一点 我想打的像偷鸡一点 德外会不会抠呢 他打德外 抠肯定这个下注是好的 这里边A勾他想判断自己 到底现在是领先还是落后 这牌不太容易落后啊 这么发牌 好 再选择 我以为要是 我 凹令其实现在也反 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7万 德外只有10万了 可能还是凹令比较好 如果真的德外后手也有15万 17万 可能凹令有点大 德外后手就有10万 可能凹令也不错 德外还是有点不信任巴黎中牌 我还是觉得德外的翻牌下得太轻了 他下这么轻能跟他的牌太多了 能跟他的牌太多 他也分不清对方有没有牌 按理说他起3bat 他下个相对重一点的注 比如1分之1底池 不是1分之1底池 是吧 接近1分之1底池 就是左右就让他注 偏重一点 对方没牌 反正对方没牌就给他打跑 是吧 这个牌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中太多的买牌 是吧 就A勾7的牌面 他翻牌的时候还是我觉得应该下得重一点 他下得轻 导致他现在分不清对方是不是在偷他 因为对方在COA COA这个位置也比较好 能靠他3bat的牌也会比较宽 比如一些结构牌 什么89 90 80 是吧 有这样的同色呀 就这种牌啊 包括一些 对的 对的 什么7788 99 什么各种对的 甚至 甚至小一点 对的 都能靠他 就是这个位置靠他的范围也会比较宽 他翻牌那么瞎住 其实很多牌都会 缠的 跟一箱是吧 就咱们上面说那些牌 可能就是 能靠他3bat的牌在COA 就是有位置的情况下 靠德湾 范围会比较宽 所以德湾现在才有点纠结 总而言之 我就是觉得翻牌德湾这个下注 他那个1万5的下注不太好 是不是1万5 记不清了是吧 反正是一个比较轻的下注 不是记不清是不敢确信 我记的是1万5 但我又怕记错了 反正这个意思是吧 那这种牌巴黎打的还挺好的 巴黎就是跟德湾打的非常的交集 他难以抉择 其实你把一个人打的 他选择COA 那这种牌巴黎还打的真的非常不错 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跟我的一般打法想法不太一样 其实前面我看巴黎打牌 总觉得不是特别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他不 但我一般不会这么的 我一般还是爱客观的分析牌局 但这种牌巴黎确实 给德湾骗过了德湾 这种牌还是打得很好的 但我总觉得是中了大牌 转牌打轻点 是怕德湾跑才下得轻呢 德湾恰巧 德湾自己想多了 我觉得这手牌有点这个意思呢 也不知道啊 我也就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 还是以桌上的选手打牌是吧 他们是怎么打的 怎么想的 为什么这么打 这种思路去想想 他们为什么这么打 因为能上这个桌子上的人 都是打得很厉害的人 一般都是厉害的人 一般都是比解说要厉害的人 但是有时候偶尔也会有点有菜的 有时候也会有 六二会弃牌啊 看出巴黎赢了德湾之后非常的高兴 这赢德湾不只是钱的问题啊 能赢了德湾真的是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巴黎的那种喜悦啊 他不仅仅是因为赢 赢了德湾这么多钱是吧 这么多筹码 能赢德湾是吧 像德湾骗过德湾 他本身也会 就算精神上面的那种愉悦是吧 就是那种看出巴黎铁很高兴啊 跑步老板队A 是一个是一个瑞斯的机会啊 以为盲助威瑞斯装位很正常 那K8会打吗 这手牌 不知道会不会尻啊 跑步老板这个瑞斯真的想要你尻 不大啊 只瑞斯到三万啊 这是一个一般在盲助威 你都会瑞斯的大一点 他瑞斯了一个正常的那种瑞斯 你知道吗 这个牌 其实这个牌 我觉得可以下个比如两万多点 就让他做 我真的是想两万啊 跑步老板 因为这个面也不在跑步老板的范围里 他这么下个试探助 别人可能不太容易相信他 那下的青加下的青 别人也会太跟啊 他还有点好像是我两高招有点怕 但我下两万有可能偷走你 有点这个意味在里头 你知道吗 K8没上当啊 因为K8这个牌 他看着眼还行 他也是两高招 他并没有 这两万就跑了吗 他还有位置你知道吗 他还能 后边还有偷鸡的什么的机会 这个人还挺敏锐的 其实这种牌很容易 靠一枪的 他有位置你知道吗 可以偷鸡 可以看着打 两万是吧 一般你不好判断对方是 抄盾着两高招 要中这个牌子 这有牌跑的还挺漂亮的 那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